那我就继续把 我们把那个共变数分析走完 OK好 我先来说明一下 这个共变数分析的 它的这个范例的背景 它这个是一个虚拟的心理学研究 它是研究说 好像是在那个城市的通勤的人 我觉得它这个可以 现在在台湾可以做做看 就是说比较那个骑自行车通勤的人 跟开车通勤的人 它这里的那个资料 就是有两个不变 这个commute就是说通勤方式 然后stress应该是那个 是那个就是通勤的人士 在通勤途中感受到的 就是一个主观的压力感 压力感受 或者有一种方式是 可能是用那个 现在有很多穿戴式装置 它也可以透过说量 什么那个脉搏心跳的方式 当成一个压力的评估指标 这应该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它的意念像就是测量 询问这些通勤人士 他们在这个通勤过程中的幸福感 或者说是什么微游病吧 那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资料 它就是只有20个人 然后呢分成根据刚刚讲这个压力啊 还有通勤方式 就是它是一个这两个是独立样本的变效 所以是一个独变相 是一个二因子独变相的设计 不过它这里有加入一个共变相 因为研究者会觉得 这些通勤人士的年龄 可能会跟这两个独变相 或会有一些共变 是说这个变相 有可能是跟其中的独变相 有共变 所以它叫共变次 那这个 这种分析方法 它叫做什么 共变数分析 OK 不过它的线性模型 你们可能会意想不到 但是这也是 那个为什么 这本 这个我现在所进行的这个教程设计 我越放到后面的 其实它的线性模型 越困越是 别出心裁 我不要说很复杂 我就说别出心裁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也是为什么下一个单元 我把那个像什么 过去好像在比较前面讲的卡方简定摆到后面 因为它的那个线性模型更复杂 那你们可以看 现在这个共变数分析的线性模型 老实说 它是要用这两套模型去做比较 才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共变数分析 所以老实说 选Movie的回归 线性回归模组 没办法完成完整的共变数分析 这我就必须先跟大家承认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题除了题目比较少的原因 那如果我们可以借这个来好好的认识 共变数分析它到底真面目是什么 它其实是这两种模型 因为现在这样子经过这几个单元走下来 你们有没有慢慢可以感觉到 像这种线性模型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是我今天所关心的统计假设的代表 也就是说我一个就是我的H1跟H0 它其实都是一种线性模型 那共变数分析我这边写的这两个 其实分别就是H14Model 就是有共变数的这个线性模型 那NuModel就是虚无 代表是H0虚无假设 那就是没有共变数的模型 那老实说要用那个回归模型做完整的共变数分析 就那个JMOBI的 就我所知JMOBI或是JASPER 还有一些我知道的套装软体都没有办法直接做 真的要靠自己写程式 就是只有那个R或Python才有办法做 做那个用这个线性模型的方式 完成这个共变数分析 好那我这里能够做就是给给给就是让你们去看那个要做那个完整的共变数分析 我要用哪放哪两放哪两套的线性模型 好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实际上这个跟那个我给你们那个作业版本有点差异 因为我这个是后来才注意到再去加上去 好那这个你们知道model fit这边有两个就代表一跟二代表有两个模型的 好那一跟二分别是什么 这里前面这边还是一样放的就是 就是说把factor这两个放进去然后共变相放这个 然后重点是在这个model build 因为你们刚刚有没有做model build的前面那个前面我们做变数分析的时候 就已经你应该有注意到他这里还可以放说什么不同的block 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两个他有三个更好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变相 包括factor或是共变相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用这个model build 来去做来去设定说你在这里你要放几 你想要展示看看几套回归模式 那我你们要注意到我这个曲集一放的就是new model的成分 曲集二我就再加了age进去 他就变成所以这边的model1就是new model 这里的model2是4model 然后你们可以注意到model2比model1的r平方多了一点点 那如果说有办法做那个两个模型的那个比较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做或者是用那个逐步回归或者是anova的方式做的话 那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共变数分析 不过我在这边先给大家看你这边如果可以这样子输入进去 你在这个model specific results就可以去选择要看model1还是model2的 那我可以跟你们说你们这个可以不必去算 你看所有的这个sons square它的比例都不会跟这个r平方是一样的 然后也不会跟这个调整后的r平方是一样的 然后调整后r平方还更少你可以看到 但是基本上那个都是model2 就是有加h这个共变数 都或共变相都会比没有加还要多一些 但是有没有真的多那么多就不知道 然后你们就有没有注意到 对了刚刚那边刚刚前面的例子还没办法可以看 这里有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model comparison 你们有看到这里多了一个叫做那个delta r2 这个delta r2它就是0.880跟0.829的差异 然后这里这个f值指的就是说model1跟model2的比较的统计值 然后这边我的话会认为model2真的比model1更好 那如果刚刚那个前面那个有加入交互众的可以这样子来设定的话 应该是是也可以去了解说有没有是比较好 因为它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是自己显著水准我是设定是0.5的话 那个model2是比model1是更值更能够去解释这个资料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去选择说我们是要报告model1还是model2 那这个model2应该是要接近那个encova的结果才对 但其实没有很完整 如果要够完整的话最好是我想一下 可能是要跟那个一个纯结局的做比较 但是在这里还做不出来 好为了让你们能够了解你们可以现在就做一下 用encova 那就在anova的下面就有一个encova 那它的那个操作方式跟那个回归的是差不多 好你直接把它给就是放读变相就是fixer就是固定的因子 那共变相就是age 那它的那个model你们就要确认一下 也要有这个两个读变相的交互作用 你们会注意到它的这个encova的结果 跟这里的model处有一些差有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commute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rode 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他这边那个是说 commute是有 两个读病像都有明显的显著 但是这里的那个回归的这个commute没有 不过老实说 其实你们还可以再试着组合看看 因为这边这两个model1 他的这个age 你还可以去跟 就是说放全部的交互作用进去 那这边又不行 因为那个age它跟其他的变相不大一样 我喜欢这个如果你有多的项目 它就会跟这个model是不大一样 真正比较好的话是要 把fullmodel跟newmodel做一个完整的比较 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去看说每一个系数 他们的那个 他的那个估计出来后 就是减定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那共变数分析老实说 那个在一般的 一般的那个实验室的研究会比较少用到 大部分都是很像在现在这个范例中 就是说是那种属于是有那种场地调查 特别是很特别是 是那个你所关心的某一个变相 跟你所要调查的对象的某个条件 是有一个是存在一些潜在的共变关系的时候 才会用这个共变数分析 好以这一题的 以这个范例的例子来说 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不同年龄的人 偏好的交通方式不一样 那就有可能需要用这种共变数分析 来去确认这个共变数 有没有影响那个某个独变相 或者是独变相之间的交互作用 OK 我这里我们就可以看 我透过这个例子 就是给大家看到 就是从这个变异数到这个共变数 它其实都是万变不离其中 它们都是一种线性回归模式 只是说不同的软体 它可以承载的那个处理线性模型的能力 限制不大一样 你越有弹性 就是说你越能够去操作 你有更多的盘事故可以去应用的软体 它比较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线性模型 它越能够cover这些那个统计方法 不过基础统计方法其实 通常只要学到那个变异几个像这个变异数分析 像这边这个 这个两个变相的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通常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研究问题 然后再加上下个礼拜的那个类别资料 那就够完整 OK 好啦所以我这边的那个介绍 这边这个上次这个题目有一点点 这个第三题第三大题的这个部分 我这个是多写的 其实是不用去转换什么表格格式 那是相依样本还要这样做 那这边其实就直接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做那个Encoba 然后跟电子书上面做的是一致的 那给大家就是先能够了解这个Encoba的 大致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因为我只是刚好有这个电子书上有 所以就顺便做介绍 但是大家可能在现在你们的新时专案 或者是说其他类似的研究专题会用到的 可能还会在顶多再加一个那个类别分析 资料分析要学的那个卡方检定这样 不过卡方检定那边呢 也有不大 也他放最后其实是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线性模型 其实是所有基础统计方法里面 稍微也出最别出心裁 那我们这里先在这边 先做个Ending 那今天其实就我的 我的那个示范跟说明 就是他说到这边先告一段 好那你们可以先那个整理 好 我先吃起来